所以我們的機器的連絡都不需要 真的讓我們連絡機能買機器 經過它,然後因為引擎幣沒有加密 它就有塞進去 塞一些的加水扣進去 加水扣就可以塞進去 加水扣就可以塞進去 大家出來看看它們第四類 可以拿出第四類 這樣這樣子 所以這個隨著它第四類 就像說我假設今天是第一天 我會不知道誰是誰對不對 那我只知道這一個 這個學好 對不對 那我跟人家講說 我不知道大家學好是誰不知道我名字 好不好 所以我們所謂的名字 我就說誰是名字 這方知道我學好是誰 我說誰叫最名字 我說我王大理 對不對 那誰先回答的話 那基本上我們就知道是誰 對不對 那之前王大理有回答 也許他就沒有王大理 在睡覺玩的來 就可以下部份回來 那我跟王大理知道什麼樣子 這樣這樣子 那怎麼去區別 因為我根本不認識你 對不對 那我可以讓大家知道 對不對 當然像大家講 違反的方式 的確是可以偵測出 可以有問題的一層 可是我可以過你的方式 我可以談到你期間 對不對 那我反正 我會期間說我以前好送 就看你怎麼能聽我 就做另外一件事情 反正你起碼可以告訴你 聽到我一直可以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是蠻難解決的 之前你們有同學 他大學不專注 專注這個 那個同學非常的聰明 不過他一直 我們是他想要很多手續 在這邊的手續 都會有破解 他想要很多手續 都會有創意的手續 不過後來 我們都會找到一些方式 可以破解他的一些法律的方式 就是壓力的手續 像這種來講的話 這樣的繞托把你承受過去 就像剛剛他講的 希望都會這樣被擋過 好 那發行的面子都很容易 只要搶到那邊 就只要先回答 他就告訴他 好 發行的問題 所以說這邊有沒有問題 好 那下禮拜是我們做一次上課 那下禮拜當然我們會 會講到那個 阻斷波士中心 那下禮拜 就跟大家提到過 那考試促進度 應該會比較高 加上一個來講話 會比較高 好 好 那我今天就上到這邊 OK嗎 有什麼問題 好 我們要到這邊